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于明年开春以后 国家就会往下拨救济粮的 到时候就不是光双水村吃救济粮 其他村也得吃 药不光彩大家一起不光彩 别让他填福堂先当龟子孙 但是川道里的这点庄稼怎能保住呢 河道里已经没一点水了 如果河里有水 那他填福堂就是和全村人一块不睡觉 昼夜担水 也会浇完这些地的 他焦急不安 他一筹莫展 他知道全村人都在等着看他怎么办 他也知道现在有人咒骂他 说他成了个窝囊蛋 让上游几个大队的领导人欺住了 玉婷已经给他汇报了村里谁在骂他 他现在内心并不抱怨这些骂他的村民 反而意识到 不论怎样 双水村的人在关键时候还只靠着他填福堂来 为什么不骂别人来 知道骂别人不顶事嘛 众人骂他填福堂是等着让他想办法来 大家还是把他填福堂当作一村之主嘛 骂叫骂去 他现在先不管本村人如何骂他 而对上游几个村庄的领导人一肚子火气 他想 不能这样下去了 如果这件事他再不想办法 也许他的威信将在村里丧失得一干二净 他想 他得破釜沉舟干一家伙 没办法 老天爷和东拉河上游几个村的领导人 已经把他填福堂逼到一条绝路上了 他在脚地上转了一阵以后 天已经昏暗下来 他破例点着了手中的这支烟 没抽半截 他就猛烈地咳嗽了易老阵 他把这半截止烟扔掉 即刻就出了门 在田福堂出了自己院子的时候 他老婆撵出来说 你还没吃饭嘞 他只顾走 头也不回地说 饭先放着 我开个会 完了回来再吃 他先来到孙玉婷家 让玉婷立刻通知大小队干部 一吃完晚饭就到大队部来开会 他给玉婷布置完 就一个人先去了大队部 大队部在田家哥老这面的公路边上 一线三孔大石窑洞 两边两间堆放公务 中间一间就是会议室 院子里停放着大队的那辆 带拖斗的大型拖拉机 田福堂身上带一把会议室门上的钥匙 他自个儿开了门 一股热气顿时扑面而来 他上了那个小土炕 把窗户打开 企图让外面的凉气进了一点 但外面和窑里一样热 他解开小布挂的钮扣 坦胸路怀 盘腿坐在小炕桌前 把煤油灯点亮 等着对干部们的到来 田福堂静静地坐在这里 脑子里正盘旋着一个大胆的计划 他想闻一闻烟 但发现他忘了带纸烟 就烦躁地一边想事 一边用手在自己干瘦的胸脯上搓汗泥 不多一会儿 大小队干部就先后来到了大队部 除过一队长孙少安出门在外 村里所有负点责的人都来了 大家似乎都意识到 这会议的内容是什么 解决水的问题 但没有人抱什么希望 开会之前 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主题 大家七嘴八舌 说的都是水 他们一个个愁眉苦脸 就像山里的庄家一样 没有精神 玉婷先给各位负责人提起了另一件事 他说 据许多人看见 田万友每天中午都跪在东拉河的景子上 向龙王爷起雨 他建议大队要批判田武这种封建迷信活动 玉婷提起田武和他的活动 公瑶里所有的队干部都笑了 田夫堂说 算了吧 倒是田武背着牛头不认脏 说他是耍了 你有什么办法 田武你又不是不知道 大家都嗡一声笑了 玉婷看书记否决了他批判田武迷信活动的动议 也就再不言传了 这时田夫堂咳嗽了一声说 咱把会开简单一点 这几天我和大家一样交集 眼看庄家都晒干了 就好像把我的心也晒干了 现在就指望川道里的这点庄家 可东拉河里的水都叫上游几个村子霸占 一队副队长田福高打断田夫堂的话插嘴说 我们就等死啊 不能把他们的霸给豁了 有许多人立刻附和田福高的意见 田夫堂满意的笑了 他等众人的声音平息下来说 我也正盘算这样干了 你们和我想到一块了 如果大家意见一致 那咱们干脆今儿晚上就动手 不过为了避免村子之间的公开冲突 防止混战一场 咱们要暗暗的做这事 等他们知道了水已经到了咱村里 他们也只能干瞪眼 倒是公社追究这件事 咱有话可说 就是的嘛 东拉河是大家的东拉河 他们几个村已经把庄家交了好几遍 难道就让咱们等死吗 东拉河的水本来就有我们的一份 又不是他们几个村出钱买下来的 由于严重的灾难 和对上游几个村霸水的愤慨 所有的对干部都一致拥护这个做法 除此之外 危难中的双水村别无选择 连平时谨慎的金峻山 也气势磅礴的说 干就干 不能让人家这样欺负了 只要能救活川道里的庄家 咱们担什么风险都不怕 真是没王法了 孙玉婷大声嚷着说 共产党员和队干部 要站在这场斗争的前头 天夫堂太满意这个气氛了 觉得他适时的把双水村这条大船的舵 又牢牢地握在了手中 他兴奋地说 要是大家再没什么意见 咱们就很快安排一下 马上行动 这时 二队队长金峻武 从后脚地的灶火割烙里 转到炕桌前面来 他不慌不忙 用手把煤油灯罩拿起来 点着了一锅汗烟 他把玻璃灯罩又放到灯上 就开口说 我同意大家的意见 不过 在做这事的时候 尽量周到一些 我们不敢把人家坝里的水都放完 下山村路太远 不要动这个村子的坝 要祸 就祸十个节的坝 但只在十个节的坝梁旁边 开个口子 水放出来以后 就到了罐子村的坝里 然后 把罐子村的坝 再祸开一个口子 把水放到咱们村里 这样 咱们的问题解决了 他们两个村也还有水 就是他们发现了 也不会有大问题 估计第二天天明 这两个村 就会发现他们的坝上 有了祸口 那他们自己就会堵住它 可这时 咱们的水已经有了 如果这样 咱们从十个节坝上 动手挖开祸口起 水就要流大半夜 那么咱们村 现在那个坝油太小 怕盛不下这么多水 因此 得分三股人马 一股去十个节 人要多一些 一股去罐子村 人不要太多 其余所有的人 在头两股人出发前 就要加高咱们村的坝梁 这是最当紧的 最好动员 全村男女老少都上手 金骏武不愧是 双水村的精能人之一 他像总参谋长一样 把事情考虑得 既周密又周到 使包括田福堂 在内的所有人 都惊讶地张开嘴巴 听他头头是道地说完 等金骏武说完以后 田福堂接着说 好 骏武说得周全 咱们现在就按这办法 分配人手 孙玉婷自告奋勇地说 我带人去石隔节 为了行动快 干脆把拖拉机开上 一到地方 大家从车上跳下来 就挖口子 然后跳上车 就能往回跑 他石隔节的人 就是发现了 也追不上咱们的人 副书记金骏山插话说 玉婷说得也有道理 万一被石隔节的人 发现了 撵着打架 咱们去的人少 怕要吃亏 田福堂说 那就这样 玉婷 你先下去组织 十几个硬帮人手 先睡一会儿觉 等咱村里开始 加高霸粮的时候 你们再动身 郡武 你干脆 给咱带两个人 到冠子村的霸上去 金骏武说 可以 田福堂扭过头 对下炕脚抽烟的 金骏山说 骏山 你能不能带着人 给咱加高前村头的霸粮 我晚上就蹲在这大队部 把全盘给咱照料上 行 那现在咱们就散会 赶快分头下去组织人 两个小队的负责人 现在就把这情况 通知到各家各户 让大家都上手 一队少安不在 副高 你就给咱负责上 不到一个小时之内 双水村的男女老少 就都纷纷被动员起来了 其实根本不要动员 许多人早就想要这么干了 在这样的时候 农民身上狭隘的一面 就充分的暴露了出来 就连村里的党组织 往往在这种事上 也只顾本村的利益 而不顾及大体了 但另一方面 所有的村民 又都在这种事里 表现出一种 惊人的牺牲精神 做这种事 谁也不再提 平常他们最看重的 公分问题 更没有人偷懒耍华 而且也不再分 田家金家或孙家 所有的人 都为解救他们 共同生活的 双水村的灾难 而团结在了一面旗帜之下 在这种时候 大家感到村里所有的人 都是亲切的 可爱的 甚至一些过去闹过别扭的人 现在也亲热的 像兄弟一样 并肩战斗了 天完全黑眼以后 双水村顿时乱的 像一座兵营 鸡叫狗咬 人声嘈杂 村中纵横交叉的道路上 都走着一串一串 手拿各种工具的人 有的家庭已经全家 大人娃娃一起出动 把门也锁了 大队部的院子里 田万有的儿子田海民 已经把拖拉机 发动得轰隆隆就响 海民是大队会计 兼拖拉机首 也是村里党支部的委员之一 孙玉婷站在拖拉机一边 正在发动机的吼叫声中 给他挑选的十几个年轻后生 交代任务 为了行走干练 玉婷脱掉了自己 坠麻绳的烂布鞋 换上了服塘 送给他的那双黄胶鞋 那十几个后生 一个个腰圆绑粗 摩拳擦掌 像战场上的赶死队员一样 这些后生 一队二队的都有 既有姓金的 也有姓田的 今晚 他们已把户足之剑 搁在一边 也不分一队二队 而站在同一个行列里 为他们绝望的双水村 拼命了 他们现在正等待 公瑶里的总指挥 田福堂下达命令 就准备立刻向十哥节进军 与此同时 在村前米家镇方向的东拉河里 已经亮起了几十盏马灯 金俊山正指挥着村里大部分劳力 和自动跑来的许许多多其他男女老少 开始加高霸凉 所有参战的人都紧张而激动 村里能出动的人都来了 连金波他妈这样的家属婆姨 也都拿起工具到了工地 虽然他们的男人在门外工作 但他们和自己的娃娃都在村中吃凉 因此他们和村里的人一样 而喂水交集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作者 陆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